歡迎大家加入TVBS2 100 看世界 大家晚安 我是王欣宜 新聞首先我們先謝謝觀眾朋友 More Link 抖內給我們30塊 也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持續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討論國際新聞的最新時事 今天新聞一開始 先帶大家來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畫面 就是日本多出了一個全新的島嶼 位於在哪裡呢 位於在小麗園豬島的硫磺島外海 這裡因為最近海底火山噴發 所以它的岩漿噴出之後冷卻就形成了陸地 而且這陸地已經浮出了海面 島嶼總長大約300公尺左右 而且這個小島伸出來的畫面也被記錄下來 火山灰竄出海平面衝向高空 地表最年輕島嶼誕生過程罕見曝光 日本小麗園豬島硫磺島海域出現一座 由海底火山噴發形成的全新小島 地點距離東京約一千兩百公里 就在硫磺島海域 日本氣象廳九號首度證實消息 小島行程過程全被拍攝下來 實屬罕見 日媒報導這座海底火山上個月二十一號噴發後 火山活動一直持續到現在 不過上個月底已經有專家觀測到陸地形成 噴發近半個月小島逐漸長大 十一月初直徑已經來到一百五十公尺 南北總長度約三百公尺 只是海底火山形成的新島嶼 生命周期幾乎都不長 由於屬於海底火山噴發 小島陸地大多由浮屍組成 容易受海水侵蝕 一旦火山活動趨緩 小島就有可能再度沉入海中 事實上二零二一年距離硫磺島 北方約五公里的海底火山 浮得岡之場噴發後 雖一度形成小島 但不久後隨即消失 大量浮屍隨著海流飄向沖繩 漁港被塞爆 漁民叫苦連天 目前小島下方火山活動開始趨緩 未來會消失還是繼續長大 日本氣象廳將持續觀察 TVBS新聞環宣報導 以巴衝突在全世界許多國家 也衍生出很多的抗疫活動 像是美國提以色列 跟挺巴勒斯坦的人士 持續的爆發衝突 以色列的女星蓋爾加朵 他在博物館播放哈馬斯暴行的紀錄片 而場外也發生了鬥毆的事件 另外在紐約也有挺巴勒斯坦的示威 抗疫人士甚至一度衝入紐石的大廳 就是認為紐石暴行的立場偏向以色列 這位爸爸帶兒子到公園 卻遭到陌生人潑熱咖啡 只因為他戴著巴勒斯坦頭巾 另外以色列女星蓋爾加朵在洛杉磯 寬容博物館放映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的紀錄片 常會爆發挺椅跟挺巴派的鬥毆事件 部署觀音人也說難忍哈馬斯的殘酷暴行 布滿以色列的清巴勒斯坦人 則是佔領紐約街頭 好萊塢女星也來聲援 紐約時報大樓一度遭到示威者闖入 在大廳靜坐 布滿報導偏袒以色列 而尾巴衝突也成為共和黨初選辯論焦點 對手海利則說伊朗才是禍首 他個人力挺以色列消滅哈馬斯組織 TVB的新聞 綜合報導 尾巴衝突呢 目前以色列對加薩也發動攻擊 就是希望來攻擊 殲滅哈馬斯武裝組織 但是現在外界就認為說 人道救援 人道物資 是沒有辦法進入加薩的 不過現在美國白宮也說 以色列現在終於同意了 每天會暫停4個小時的北加薩行動 這4個小時呢 就是讓民眾可以從兩條人道走廊 由北往南逃走 而暫停的時間呢 則是提前3個小時來公佈 那我們知道尾巴衝突 其實到現在死傷非常的慘重 我們看到以色列 已經有1400個人喪生 240個人被俘虜 而在加薩呢 已經有1812人死亡 而這當中呢 有40%都是兒童 那當然現在各界就希望 尾巴衝突趕快停火 現在美國中情局CIA呢 跟以色列的情報機構 也在卡達的首都杜哈 跟卡達的首相來會面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卡達跟阿拉伯國家 還有西方世界的關係都還不錯 而且卡達也過去曾經從中斡旋 所以他們現在也在討論釋放人質的可能性 而另一方面呢 也有80個國家的官員跟組織 現在聚集在巴黎 就是要協調對於加薩的人道援助 但是我們知道說 雖然說加薩現在可能可以短暫的停火 但是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就說了 除非人質有獲得釋放 否則要停火是絕對不可能的 白天炮火不停 以色列對加薩地區狂轟濫炸 持續超過一個月 終於渴望緩解 白宮釋出好消息 以色列終於點頭 將開放兩條人道通道 讓加薩北部民眾往南撤離 拜登更加碼宣布援助加薩的人道通道 物資將增加到每天一百五十輛卡車 與哈馬斯同為伊斯蘭武裝組織的聖誠旅 也遞出橄欖枝 日前遭哈馬斯綁走 故事被母親畫成漫畫的十二歲以色列男童 還有一名以色列女子渴望獲釋 儘管在國際握旋下 以色列和武裝組織雙雙釋出善意 但要不要停火 那坦亞胡立場絲毫沒動搖 停火協議還需努力 尾巴衝突何時落幕依舊是未知數 TBBN新聞 環山報導 好 我們要先謝謝觀眾朋友 G-Cup Ashley後援會的會獎斗內給我們一百五十塊喔 他說來人幫我給全台最可愛的主播 他最喜歡的我 C-H baby一罐牛奶 然後他問說這個Morleen是不是也是給牛奶經濟喔 因為我剛剛要買牛奶 但是實際上錢少了七塊錢喔 那我們謝謝會長的斗內喔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來關心尾巴衝突的最新狀況 我們知道10月7號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之後呢 尾巴衝突正在持續 而且現在有可能有新一輪的衝突 地點在哪裡呢 地點就在以色列南部的城市這個埃拉特喔 這裡有什麼特性呢 其實他非常的靠近紅海 紅海其實就是這一塊地方喔 那他是以色列如果要穿過紅海非常重要的商業門戶喔 所以呢可以想像這個地方 其實他有非常高的經濟價值喔 但是呢現在呢 伊朗支持的什葉派的叛軍 也就是青年運動呢 他們11月9號呢 就向以色列南部發動了各種一連串的彈道飛彈 而且他們也聲稱這一次的命中 軍事行動是直接的命中 也就是有成功突襲的 那麼包含了學校也預期有數十個學生 幸好他們是沒有受傷的 那麼其實現在以色列呢 也非常積極的在紅海這裡 來部署相關的軍事行動喔 因為其實過去呢 青年運動也有多次的發動攻擊 不過以色列有用他們的箭式防空系統呢 成功的攔截喔 那我們看到說我們剛剛講到 以色列南部現在有可能輪為一個全新的衝突地點喔 包含像是以色列的水域 現在每一艘船呢 他們需要付的戰爭保險費也提高了 就是保險公司提高 因為保險公司覺得這邊現在變成了高風險區域 所以這幾週呢保險費飆升了十倍 也就是航程的成本每一趟 大概會增加數萬美金 這是非常高的成本喔 那我們其實知道以色列其實在週四的時候 他們也突襲了約旦河西岸攻擊捷寧難民營喔 巴勒斯坦人就控訴喔 這一次的以色列突襲行動呢 已經造成了18人死亡 甚至穿上媒體背心的記者 也受到波及喔 但以色列則是強硬的回應喔 他們這是展開反恐行動 垂雷瓦斯接連述發 以色列大軍出動 襲擊約旦河西岸大臣雷馬拉 這場襲擊導致18人死亡 巴勒斯坦人憤怒舉行葬禮示威 控訴以色列襲擊捷寧難民營 在內多個約旦河西岸的城鎮 以色列軍方被控凌晨2點發動突襲 還出動推土機推平所有障礙 大規模破壞水電網路 醫院內湧入大量傷患 就連身穿媒體背心的記者也受傷 只能就地接受治療 對此以色列表示 這是反恐行動 這次非常專注於 以色列軍方針對 以色列軍方針對他們 把這次攻擊 他們所稱之為 抵抗攻擊行動 被殺死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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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說 遇襲的不只捷寧難民營 其他難民營也被攻擊 從約旦河西安到東耶路撒冷 據統計約300個違法定居點 也讓聯合國人權機構出面譴責 擔心局勢很可能進一步升級 TVB的新聞 綜合報導 好 我們要再度謝謝觀眾朋友 William Share他說今天有人請飲料 有人請牛奶 那他也贊助我雞排雞 祝我週末愉快 也祝大家週五晚上週末愉快 那我們接下來來關心 我們知道美軍其實這一次 在宜巴衝突 他們也是非常的小心謹慎的 他們現在駐伊拉克跟敘利亞的部隊 在過去24小時內 就發生了4起的襲擊事件 造成了3名的美軍受傷 我們來看到 包括像是在伊拉克的摩蘇爾 美國的伊拉克反恐部隊聯軍 就遭遇到路邊的炸彈襲擊 有一輛的車子毀損 另外他們在阿薩德 還有哈里爾空軍基地 也遭到無人機的侵襲 但是被防空系統給擊落 不過燃料庫有起火 幸好沒有人受傷 另外他們在敘利亞 東北部的綠村基地 也遭到火箭彈襲擊美軍兩次 而且就造成三個人受傷 那當然其實還是有非常多的武裝分子 有可能對美軍來進行攻擊 但是其實在襲擊之前 美軍才剛空襲伊朗的武器儲存區 他們說這是為了要威懾激進組織 實體指敵對的行動 但是現在他們有統計 從10月17號開始 美軍已經遭到46次的襲擊 總計已經有56名的美軍受到傷害 那我們知道這一次美國的媒體 其實在尾巴衝突的報導 也是非常的進行紀律 像是他們CBS的電視台 這一次也跟隨以色列的散兵部隊 進到加薩地區 在過程中他們也看到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軍人 在學校的地道當中爆發激戰 那對於戰後的加薩 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也說 他說他們不會佔領 但是對於加薩地區 必須要有非常可靠的部隊 監管加薩 坐在戰車上 從第一人稱視角挺進加薩 美國CBS電視台記者 跟隨著以色列 551空降旅的散兵部隊 來到加薩東北部的 貝特漢諾鎮 這座城鎮在衝突爆發前 有6萬人居住 但如今放遠望去 卻空無一人 一片死機 因為你看 哈馬斯正在使用資格 我意思是 10分鐘後 我們有一個 嚴重的戰鬥 跟哈馬斯在學校裡 同樣跟隨以色列部隊 進到加薩的路透社 則直擊以軍激烈作戰畫面 以色列總參謀長 也再次全副武裝 到加薩前線 向官兵信心喊話 這非常嚴重 我告訴你們 我們在各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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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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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們最嚴重 以軍持續加大攻擊力道 加薩至少三家醫院 包含西法醫院 週五又遭遇大規模空襲 西法醫院外的民眾 被爆炸聲嚇到 一邊驚聲尖叫 一邊拔腿逃命 尾巴衝突 導致至少一百五十萬加薩人 流離失所 大批居民繼續往南加薩撤離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接受福斯新聞網專訪時 松口說 戰後以色列不會佔領加薩 我們不願意擁護加薩 我們不願意擁護加薩 我們不願意擁護 我們願意擁護加薩 不過 納坦雅胡強調 必須要有一支可靠的部隊 進駐加薩 來確保不會再有下一個 哈馬斯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的TVBS看頭條 我們來聊到的是 10月7號 哈馬斯突襲以色列 當時以色列的 引以為傲的防空系統 甚至情報單位全都失靈 完全沒有預料到 但是現在呢 親以色列的媒體監督團體 他們就發文指控 有4名的自由攝影記者 分別是紐時CNN 美聯社跟路透社的記者 他們竟然在哈馬斯突襲的當天 就出現在邊境的區域 質疑他們早就知道 哈馬斯10月7號會發動攻擊 認為他們可能跟哈馬斯有協調 所以才可以出現在哈馬斯的領土內 那麼現在他們就認為 這4名記者其實已經引發了嚴重的道德問題 以色列也致函要求這4家公司 要澄清這4名攝影記者的行為 那麼現在呢 這4家媒體公司也迅速的發出了 聲明強烈的反駁這一份報告 認為他們是沒有的 不過其中有一位記者呢 因為他被拍到 曾經跟哈馬斯的領導人有合照 所以現在美聯社跟CNN也宣布要跟他斷絕往來 好那我們來看到其實上週末 尾巴衝突發生以來 第一批從拉法撤出來的外籍人呢 現在也發現有台灣的醫生在名單當中 他是林口長庚急診室的醫生洪尚凱 他其實呢 在7月的時候跟著無國界醫生 到那附近協助相關的醫療 沒想到就碰上了尾巴衝突 我們TVBS呢也獨家的訪問到他 他也說在離開的過程當中 目睹非常多讓人心酸的畫面 像我到現在我剛才走來的路上 我聽到那個箱形車關門的聲音 那個就很像飛彈之前 要爆炸之前的墜落的聲音 我就還是會嚇到 經歷了26天尾巴戰火的顛沛流離 洪醫生心中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傷口 我們還有很多認識的朋友同事 國界醫生當地的同事都好在裡面 會有一種有點像倖存者的罪惡感 會開始出現 你就會覺得說 你現在在這麼安全的環境 你可以選擇你要吃什麼 有乾淨的水 會有點不安 去年7月以無國界醫生救援人員的身份 來到加薩醫院的急診室協助 位在北部的印尼醫院 就是曾經洪醫師每天忙碌的地方 協助建立減傷制度 不妖在一片混亂當中尋找出 讓更多人獲得診療的方式 但10月初這場攻擊打破正在前日之趣 在睡夢中你就聽到一聲兩聲三聲 通常這樣都結束了 可是那天就接續著就連續好幾十發 好幾百發 那時候我就醒來發現事情不太對勁 不論是北部的印尼醫院 還是中部的西法醫院 都遭到以色列軍方指控掩護哈馬斯 35間醫院當中有18間因為戰火停擺 就此扶上的地方更成為攻擊目標 每天耳邊都能聽見死亡的聲音 再加上有一個很特殊的情形就是 他們人死掉 特別是這種因為衝突而死掉之後 他們會排著大體 然後圍著醫院遊行吶喊 那你在我們那時候無法出去 可是你在裡面就聽得到西法醫院傳來 很頻繁很大規模的這些吶喊 五國界醫生的團隊被迫展開撤離 洪醫師也進入聯合國提供的安全地點 但大批人潮加上外籍人士的身份 威脅他們的人身安全 之間就經歷了五六次的轉移 甚至還有長達兩個星期 都是在完全沒有遮蔽的戶外空間度過 他其實是一個停車場 所以我們也在資源很有限的情況下 就是盡可能的 因為還是會下雨 還是會有一些其他的威脅 所以我們自己試著 讓那個環境變得好一點點 順利擠進第一批 三百多個準時撤離的名單當中 洪醫師跟著團隊來到加薩 以及埃及的邊境關口拉法 更目睹各種讓人揪心的畫面 在眼前上演 有媽媽她就抱著自己的小孩 就希望你把她帶走 她知道自己走不了 但是希望有沒有可能 就是你帶著她的小孩 離開到安全的地方 對 那個很揪心 你知道不可能 但是你就想算說 因為到底是什麼樣的痛苦 讓她媽媽會做出這樣的舉動 加薩人的茫然 更是壓在洪醫師的心頭 會知不去 看著面對家園毀壞 親人失去音訊的母親 抱著剛出生的寶寶 縮在角落不知所措 各種版感交集 讓已經習慣用理性思考的洪醫生 也紅了眼眶 你就會覺得就是 就是 你 就身為人類的原因 為什麼就是會 她會出生在這個 這個世界上 對啊 就算她真的最後很幸運 很幸運的活下來 她也是一片廢墟 然後可能充滿仇恨暴力 就覺得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讓這個世界變這樣子 洪尚凱說 這些加薩民眾怕的 不是缺水缺電的惡劣生活 或是面對傷痛 而是怕自己就這樣被遺忘 但根據無國界醫生故 雖然加薩有超過2萬多名傷患 無法接受醫療援助 無國界醫師組織強烈呼籲 立即無條件停火 讓人到救援進駐 無數的故事才能繼續譜寫 屬於加薩人的故事 才不會被遺忘 GV新聞 綜合報導 來看到近年來 美中關係緊張 外界關心的就是 即將來臨的拜習會 有可能會怎麼樣發展呢 剛剛最新的消息是 中國的外交部已經宣布了 在14號到17號 習近平會前往舊金山 來進行元首的會晤 也就是說 的確拜習會有可能在15號 就會來正式登場 但是拜習會會談什麼呢 預計呢就會宣布 美中重啟軍事交流 為什麼是軍事交流呢 我們來看到 從去年8月 大家還記得嗎 陪洛西訪台之後 當時大陸中斷了很多 跟美國的領域合作 而其中呢 軍事的影響就是最大的 那麼到了今年初呢 又爆發了間諜氣球事件 也讓中美的關係呢 緊張局勢又再度的升溫 那麼到了6月 雖然布林肯防了大陸 但是仍然是沒有恢復軍事的交流 中國大陸外交部部長王毅也說 雖然的確是有意來恢復這一些管道 而美國的官員也是抱持樂觀的態度 但是大家有想過嗎 拜習會 拜登跟習近平這兩個人 在會面的時候 誰的壓力比較大呢 現在專家就有分析喔 其實現在呢 看起來好像習近平壓力比較大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面臨了經濟的挑戰 所以習近平是有更大的誘因 讓美中關係回穩 相較於拜登呢 拜登接下來是美國總統大選 他希望的是爭取連任 所以他也不會輕易的跟中國大陸來示弱 所以相對來說 他的和解壓力是比較輕的 那至於台灣呢 台灣這一次在APEC高峰會呢 再度請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擔任領袖的代表 也努力希望可以促成 在APEC場邊 跟美國總統拜登進行談話 總統蔡英文 再度邀請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第六度代表他出席今年 在舊金山舉行的APEC峰會 總統的期許的方向做最大的努力 台灣要自力促進區域的和平 及繁榮發展 我想沒有一個APEC的國家會反對 也出席APEC前記者會的國安會秘書長 郭力雄曾透露 我方也在努力安排張忠謀與拜登會談 因為這次APEC峰會 將可能上演美中領導人場邊會談 更加受到關注 握手將近20秒 美國財長葉倫親自歡迎中方經貿談判的一把手 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 被視為在預熱鋪排拜席會 同時中美交友基金會議在香港舉辦論壇 美中兩國大使都發表視訊談話 中方所謂的巴黎島共事是去年聚團體峰會 習近平與拜登受自己國家領導人身份對談 包含了不改變中國體制 不支持台獨 不跟中國脫鉤 不阻撓中國經濟發展 被視為是中方開出再次拜習會的條件 TVBS新聞 莊佳南 蕭明正 全入文 N星教授 台北報導 除了尾巴衝突還在持續之外 俄烏戰爭目前也還在進行當中 最新的狀況是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 俄羅斯現在試著從埃及 巴基斯坦 白俄羅斯跟巴西 這四個國家買回過去自己出售給他們的軍武 那麼我們知道過去這幾十年來這四個國家 一直不斷的殺俄羅斯購買飛機 還有導彈等等的 這也讓俄羅斯成為世界第二大的武器出口國 但是現在傳出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俄羅斯的官員訪問埃及 同時也提出要買回150架的直升機引擎 最快12月就可以開始交付 另外他們也希望可以從其他國家買回 攻擊直升機還有運輸直升機的引擎 同時也加緊國內的武器生產 不過俄羅斯目前是否認這樣子的說法 等一下我們來看到美國還有菲律賓主辦的 海上戰士合作聯合軍演登場了 包括美國菲律賓日本跟韓國派出2700多人參加 地點位在的就是最靠近台灣的呂宋島 來進行多地的延續 美國跟菲律賓主導的海上戰士合作 聯合軍演週四盛大登場 這次每日韓非軍方共2749人參與 英國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從菲律賓巴拉望島到最靠近台灣的呂宋島 一連九天軍演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非抵南韓 布林肯譴責北韓軍員俄羅斯 美日韓三國將共同打造防禦網 防止金正恩趁亂攪局 在南韓總統引席月的午餐會上 布林肯強調印太地區仍是美國重點 下週還將舉行美韓防長會 北韓威嚇的對應 美國的俄羅斯和俄羅斯 和俄羅斯的實驗力 強化的方法 17個UN社會員部 國防長官們都 在首次開始 民間時期 南韓媒體驚爆 清華台曾遭到大陸滲透 窃取重要情資 揮擊攻擊 外國部 spammail 遮斷系統 一部 파일 外部 外部 在任職總統 時期 南韓外交部 以及清華台辦公室電腦 遭到大陸駭客入侵 偷走4.5GB機密郵件 對此大陸外交部嚴正否認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大家記得 先前新冠疫情非常嚴重的時候 很多國家都進行了封城 包括限制聚會跟車流 但是現在呢 在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 拉荷爾呢 在這週呢 他們也宣布要關閉學校 還有工作場所 同時實施人流跟車流的管制 甚至禁止超過4個人以上的聚會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疫情在起 而是因為現在南亞 也就是巴基斯坦 印度跟孟加拉這裡呢 他們的空氣污染指數 已經連續一週飆破了200 200是多高呢 標準其實是100以下 而甚至在拉荷爾還偵測到了 400以上的數值 這也表示說在過去一週呢 南亞有將近5000萬人 都是在吸有毒的空氣 那為什麼空氣污染會這麼嚴重呢 可能是因為交通還有工業 甚至是冬季稻草收割之後 農民會焚燒 焚燒稻草 所以也會形成有毒的霧霾喔 那麼現在呢 他們只能透過關閉城市 減少交通量 來減少空氣的污染 那麼除了現在南亞 受到空氣污染非常嚴重 在南韓呢 也受到臭蟲 也就是俗稱的床屍的影響喔 疑似就是透過跨國的客貨運傳入 而加上南韓是香港非常熱門的旅遊地 所以現在香港也非常緊張 也派員檢查機場快線並做高溫消毒 因為網傳疑似發現床屍 不過檢查後 並沒有床屍出沒的跡象 港鐵華會加強檢查車站和車廂 重點清潔非金屬座位 香港會這麼緊張 因為港人愛去南韓旅遊 而南韓的首爾仁川大秋 正被床屍肆虐 我本來很少去桑拿或者沐浴場 聽完新聞之後 就更加小心 不過我身邊還有很多朋友 例如去酒店 他們都沒有特別避忌 專家認為南韓政府主導除蟲作戰 才引發恐慌 不過如何處理床屍跟著行李箱 貨運等途徑被帶進香港 成了港人熱門話題 因此滅蟲產品出現恐慌性搶購 若被床屍叮咬會洪腫騷 嚴重的冒水泡 香港將在機場加強宣傳 防治床屍可以設置60度的熱水 清洗出油帶回的衣物 不必過度恐慌 TVBS新聞消避鎮 陳日文綜合報導 好 剛剛觀眾朋友威廉也說 前幾週台灣感覺空氣品質也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出門還是要記得戴上口罩 那我們知道今年節氣其實立東已經過了 但是在大陸的湖南 四川 江西 這些地方呢 還是出現了罕見的冬季冰雹 這個冰雹的大小甚至比雞蛋還要大 當然也把民室的屋頂砸得面目充瘡 劈哩啪啦下起大量冰雹 中國大陸湖南長沙 因為強對流天氣 出現大小如雞蛋的冰雹 有居民防射的瓦片被砸爛 還有居民的屋頂被冰雹砸出一個個破洞 變成大型篩子 湖南多地連發八十一條暴雨雷電大霧等災害預警 但是已經立東了 冰雹天氣實屬罕見 陸媒分析指出 因為先前溫度偏高 冷暖氣團交會氣流不穩定 這場西南激流非常旺盛誘發的天氣現象 近日受冷空氣影響 南方多地迎來較明顯的降水過程 部分地區出現雷暴大風冰雹等強對流天氣 冰雹大小似殘痘 最大直徑約為二十毫米 所幸並未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南方還在雷電冰雹 東美地區則是進入暴雪天氣 不過一整面銀白色美景 已被形容彷彿進入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極端天氣南北大不同 TVB的新聞商品站陳韻文綜合報導 好想問問觀眾朋友你有看過極光嗎 感覺看極光感覺好像是人生清單要做的事情之一 但是在大陸的新疆的阿勒泰河木村 也出現了罕見的紅色極光 原因就是因為地球發生了強烈的地磁暴 原本南北極的極光卻在大陸出現了 而在大陸最北部的城市也就是黑龍江的墨河市 也出現極光 而且時間長達了七個小時 先是紅極光閃爍 再來又出現大家常見的綠色極光 當然這也讓特地來追逐極光的遊客之呼 好過癮 這真的好美 紅色極光在空中舞動 光影隨著律動變換出絢麗色澤 綠色極光也隨之起舞 紅色與綠色的極光交織姿態萬千 這不是北極 而是在大陸黑龍江墨河市 這個月五號深夜至六號凌晨 出現極光現象 持續了七個小時 閃爍的繁星和極光相遇 如紅絲絨相牽上鑽石 遊客親眼目睹直呼美呆了 先是紅極光 紅極光大概半個小時下去之後 我們以為沒有極光了 然後又出現綠極光 然後我們就是趕緊把手機拿出來 就該拍的都拍到了 非常正拍 非常好看 就整面天都是紅的 南北極極地常出現極光 這一次G3等級的地磁暴 大陸最北部尾度最高的城市墨河 極光清晰可見之外 在新疆阿勒泰和牧村也罕見出現紅色 北極光 極光是太陽帶電粒子進入地球磁場時 與大氣中的原子和分子碰撞 並激發產生光芒形成的 極光的形成源於太陽風和地球磁場的相互作用 地磁暴來襲大陸高尾度地區相繼出現全紅色激光 絕美景象 無與倫比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好 即將來臨的雙十一購物節 你有在網路上買東西嗎 大陸最大電商促銷的雙十一購物節已經進入到數 但是美國最新的數據卻顯示 有超過七成的大陸消費者有可能在今年的雙十一會縮手 而大陸的統計局也分析最新發布的十月份 消費者物價指數也出現了負成長 加快速度看排隊人潮為了上海新世界百貨一大圈 男女老少等的是百貨因應電商年度最大購物節雙十一舉辦的折扣活動 折上折賣 它300賣到500 然後商場裡面還有個6到7折 實體百貨拋出利多和電商正面PK 因為現在錢實在不好賺 美國顧問公司備恩發表的報告數據顯示 大陸的消費信息仍然是低於疫情前 超過75%的受訪者表示 會在這次的雙十一期間減少消費 而且更傾向於購買便宜的產品還有必需品 大陸媒體也報導 邁入第15個年頭的雙十一 今年消費者行為主打理性 務實 很難出現過去衝動消費和大量囤貨的情況 當然要省了 因為北京最近的就業情況也不是都特別好 你今天有工作 你明天這個公司在不在也不太肯定 所以就買東西會比較克制一點 工資不就是漲了沒多少吧 漲的不多 但是物價確實都在層次上漲 消費者對價格敏感度更高 每次花錢算得更精 在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 雙十一購物節比過往冷清不少 沉溺於網路購物被稱為 剁手黨的人群也大幅減少 提前會看好 然後比價 然後再來下單 其實衝動消費會少一些 然後也不會一直泡在直播間 大陸官方最新公佈 作為通貨膨脹主要指標的消費物價指數顯示 10月份同比下降0.2% 出現今年以來第二次收縮 法新社評論 物價便宜 看起來有利於提高購買力 但也可能讓消費者延後消費 進而對經濟構成威脅 TVBS新聞程序 林秉珍 北京採訪報導 英國天團Coplay明天就要在高雄開場 而今天下午他們也抵達了桃園機場 當然粉絲也齊聚機場來等候 不過現在警方卻在開場前查出 有人在賣黃牛票 他是住在台南的黃姓男子 為了要累積結婚基金 沒想到他透過搶票軟體搶到票之後 以每張價格高於原價 大約一到兩千塊左右的錢售出 而業者發現有異狀才通報文化部 搖滾天團Coplay 下午從日本雨天機場 搭私人包機飛到高雄 有不少粉絲早早就在機場外等候 Coplay11號將在台灣演唱 票賣得好卻又有黃牛出現 專案小組8號在台南 逮捕一名黃姓男子 發現他搶演唱會的票 異常紀錄被售票業者察覺 向文化部檢舉 那就開始搶了 那可以 看他這個城市馬上 他會一直寫 他說沒搶到 有沒有搶到 嫌犯就是利用免費的軟體 雖然在網路上一搜 馬上就能搜得到 但只要搶票再售書就是違法 這名三十四歲的黃姓男子 今年四月開始犯案 不法獲利八萬元 使用兩款搶票軟體 說是為了賺結婚基金 所以不管是熱門還是冷門 統統都搶 像是Coldplay 田富珍 陳奕迅 告五人以及林佑佳 接著就在網路販賣 高於票價一千到兩千元 不得賣出 我們在台南地區的黃姓范鹽家中 發現家中有二十多張的 演唱會門票 包括Coldplay 以及林佑佳等等 此外在范鹽的電腦裡面 也發現了搶票程式 經過訊問後 犯嫌坦誠不悔 為了遏制黃牛 今年六月先修法 黃姓男子是修法後 被抓的第二人 原本擔任防重的嫌犯 斜槓當黃牛 說要存錢 卻走歪路 這下不只得命令三年以下刑責 罰還還是以票券的張數 和價格的十倍計算 每一張都罰 想賭都賭不了 TVB的新聞 現在連大巨蛋的測試曬 也出現黃牛票 大巨蛋被濃煙覆蓋 多輛消防車進駐布水線 緊急灌救 兩側同時灑水 另一頭上人員緊急引導 受困場館民眾逃生疏散 大巨蛋是雲運在即 北市府消防局 進行火災搶救演練 就被發現大巨蛋周邊水源 流量根本不夠 如果大巨蛋發生火災 而且25%的量體著火的時候 它每分鐘需要是30萬公升 這樣子的一個水 而自由的這樣子的水源 每分鐘只有2萬 連30萬的一成都不到 之一若火勢範圍擴大 水源供需根本無法平衡 消防局解釋25%受災面積 只是情境想定 每分鐘2萬公升左右的一個流量 萬一如果有不足的話 我可以利用周遭的水源 周遭有16支消防磚 除了這個部分 我們還有巨蛋本身 它有440噸的一個蓄水池 在測試賽前 消防疑慮都要先解決 讓民眾能安心觀賽 但入場真的不簡單 中午12點開放民眾免費鎖票 短短一分鐘 一萬三千張門票立刻秒殺 網友們哀嚎 怎麼比台灣大賽門票還難搶 我是請他幫忙 然後我自己在那邊弄 我也不曉得怎麼弄 點進去 還沒點完就這樣 但馬上聯署社團 就有網友發文要票私我 疑問之下 對方說每張八百元不挑位 還傳出有人喊價兩張五千元 政府如果沒有辦法嚴格查辦 就是我們的賭資 即刻要求警察局 一定是即刻追查 依法研辦 免費測試賽 成黃牛下手目標 真正想觀賽的球迷 要是否給交代 TVS的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 為各位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